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与部分观众提前见面 8月4号 电影将全国公映 魅力十足的雪豹不仅有可爱的动物伙伴 还有阵容强大的明星朋友圈 得到了数十位明星的亲力支持 电影雪豹和他的朋友们记录了海拔4700米之上 高原动物的珍贵镜头 而这背后是一支兼具探险精神和专业素养的摄影团队 这支团队中有三位牧民摄影师 他们是雪豹的邻居 也是拍摄这些高原精灵的最佳人选 在电影雪豹和他的朋友们中 我们可以感受到来自雪域高原的凉爽气息 见证野生动物的生活点滴 探索大自然的神奇奥秘 在这个火热的夏天走进影院 赴一场净化心灵的奇妙之旅 其实影片预告中让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奶兄的幼年雪豹 他们可爱的外表之下有着顶级劣势者的霸气 面对人类他们十分警惕 因此摄影师们小心翼翼地保持着距离 逐渐与野生动物建立信任 最终拍下了最为自然动人的画面 没错 雪豹和他的朋友们当中 可爱的小雪豹让雪豹妈妈操碎了心 8月份还有一部影片讲述了人类家长的种种心酸 那就是电影《雪霸》 片方昨天发布了一支最新预告 黄渤扮演的鸡娃菜鸟雷大力 碰上颜衣饰演的鸡娃王者刘珍珍 被迫加入了这场竞争激烈的升学内卷 7月电影市场热度还未减退 现在是全有家居互动话题时间 今天的问题是 今年暑期档黄渤有哪三部电影上映 登陆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微博积极参与话题互动 您就有机会获得风神第一部电影票 更加幸运的观众将获得由全有家居提供的精美礼品 祝您好运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1905电影网 下载1905电影网客户端 芯片大片24小时直播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明天22点整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 我是映玲 我是贺俊玲 明天见 明天